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客说炮法不对 刚才他讲了一番道理 我跟你提出一个概念 你知道现在中国女孩都在叫暖男吗 你对这种暖男你怎么看 娘呗 你看正是他上次讲的 他说比如说要是他发现中国的女孩 好像总希望男的对他好好好 让他特别感动 但是他觉得呢 其实恰恰应该两个人都给他一点空间 但是你知道中国女孩讲这个暖男有一个标准 就是羡慕那个谁啊 那个明星啊 是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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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聪 他不是大家的老公吗 他不暖吗 王思聪是暖男是吗 不暖不暖 你觉得为什么管王思聪叫大家的老公 这你能理解吗 因为有钱吗 就这一点还有别的吗 对我也我也在想有别的原因吗 有吧 但是炮妞这个不是一个利器吗 你觉得呢 你觉得像王思聪这样的人 如果是在德国 他会被称为国民老公吗 他在那炮妞也没问题 因为德国牛也有一部分肯定会觉得有钱就OK了 对 这是肯定的 这哪都有嘛 但是可能我感觉很多人其实在网上是有点半黑他的意思 叫他老公其实是 对 他是土豪嘛 有一些条款 美文化的一个土豪就这样 对 但是所以说这个我说这暖男还不是王思聪 就是他们说的哪个明星啊 谁啊 就说从这个是周迅吧 还是谁啊 就说从这个游泳池一上来 这个男朋友啊 好的男朋友暖男 那就是拿一个大浴巾 哗给他裹上 哎 这是不是你反对的 不反对 不反对 这不太一样 嗯 不反对 我就是觉得 嗯 我们再说一遍 就是为什么 我感觉哈 为什么 很多中国女孩子 她愿意跟老外 对 我觉得有一点 大家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不属于她的圈子 中国圈子 各种圈子很麻烦 比如说你可能看上了这个男的 但是这个男的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很多人认识她了 如果抛烫了 如果这个事儿不好了 那就闹得很难看 整个这个圈子就不好了 嗯 但是突然来了一个老外 这个老外可能中文都不说 可能肯定不认识你的朋友 你想跟他去看个电影 没什么 没什么后果 嗯 你想跟他怎样 也没有什么后果 吃顿饭 分手了 也没有什么后果 很方便的一件事 我们那可能男女关系 不会那么也会有那种朋友圈里那种影响 但是不会像你们这儿 就是包括父母摇摆 包括各种表妹 不停地给你介绍一些 他们觉得适合你的一些男的或者啥 我们没有那些事儿 嗯 往往有一些中国中国男的跟我说 你给我介绍一些德国女的吗 我说我们不玩这一套 我要是跟你介绍了 你就没戏了 嗯 我只能说我们一起玩 八个人一起玩 然后顺便他要是看上你了 你要是那种北京爷们 我说这个人很了解一些胡同 带你去玩呗 那大家去玩呗 就那样嘛 然后你又会觉得话很有吸引力 哦 是这样的 对 文道你觉得中国男人自卑吗 自卑啊 自卑啊 就是我觉得 首先对我们 比如说对着女孩子的 那种就有一种 我们国家的女子都是肥水 不能流入外人田 是国有的 国有的 国有资产 对 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讲的是中国的妞 然后呢 所以呢 凡是像让雷克这样老外来呢 那都很让人气愤 很不高兴 然后更奇怪的是 还有反向谴责 就不是骂这些老外来中国 泡中国牛 而是要谴责那些被老外泡的中国牛 觉得你们很下流 你们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从阳媚外 全部都变成这种事 是不是 那么当你用这样的心态 去看呃 中国女孩子跟老外在一起的时候 你想想看 这背后难道不就是自卑吗 那这样的一种自卑 当然会影响到你跟一个外国女性的正常交往 你不要说交朋友 就你不要说泡泡洋妞了 交朋友都难 嗯 就连正常交友都会有一定难度 我觉得 对 他没办法 很平等的 比如说你看呢 我管你德国人 西班牙人 哪国人 反正他就是人 聊天聊不了的来 我们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我们喜欢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 但是他背后总带着多 好像今天一出国 跟一个洋妞 坐在一块吃顿饭 他觉得心里面就默念 想当年八国连军 一路东西就下来了 这还真的 就是你比如说 我觉得会有的 你比如假如我现在要是跟一个德国的大美妞 特别美 对吧 在一起 两个 就两个人 我真的是 对他真是有心 没有 会没有这个胆 没有勇气 也莫名其妙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他会看上我吗 就是或者说 你明白吗 就是都很好 有文化的人 人家知道你是谁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行那我胆子大一些 不是 我我我我见过一个 我见过一个中国女孩 她找的外国的男朋友 她讲一点很有意思 她说这个外国人呢 还真的是尊重你的隐私 她说这个 这点 这是跟以前的中国男朋友不一样 中国男朋友其实战友欲比较强 比方说 你今天晚上去哪了 你今天晚上跟谁在一起 对吧 有没有男的这个 撩骚你啊 或者有有没有男的约你啊 你你你 他说这德国的男朋友还真的是 不会看他手机 也不会说 他说他今天晚上去干什么 好像就不会盯着他 你觉得他们没有这种控制欲吗 也有 当然平均肯定比较低 但是也有那种人 肯定的 我觉得也可以说成一种冷漠吧 可能有一些姑娘可能还觉得 你怎么不吃醋啊 希望这样被关注 对 我觉得每一件事都有好的一方面 都有不好的一方面 我希望的是 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希望的是更多的中国男的 泡外国女的 这样我也轻松的 要不你 分担了太大的压力 我认识很多 我介绍你认识一下 让你们互相能够辅导一下 就很好吗 大家都平等的吗 就很好 语言很关键 我想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不能够说的那么普遍 因为他有不同特性 比如说有的女孩子 他可能真的没办法适应跟外 我认识一些女孩子 他在欧洲住了很久 也跟一些法国人在一起过 但是后来还是没办法长期在一起 他觉得以后可能很难再选择 跟他们在一起 为什么呢 是因为类型问题 就比如说 你知道中国男人 有时候对女孩子的那种对待方法 就像刚才雷克讲 那种毫发是怎么样 是身兼多指的 又要喜欢当女朋友 或者女伴的老师 又喜欢当他爸爸 有时候要当他儿子 很多种角色都在一起 那么 但也许我们有的女孩子 就没有这种期望 她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烦 那这样的女孩子 她也许就会觉得 跟外国人在一起 会比较轻松 是不是 所以你真的很难讲 但是比较轻松呢 会不会也就是像她说的 也会觉得有一点冷 就是 这个问题啊 真的是不能一概而论 就是事实上 很多女孩子找了外国人的啊 最后也没有能够在一起 她就觉得 不一定不一定 我认识很多都到最后都很好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就有时候是文化之间的误会 那初出在一起 双方可能都会带着很多的文化诠释 但是慢慢慢慢 到了最后那些东西都拿掉之后 真性情拿出来相对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考验 就很多人是都能过去 我觉得 你看过去这个鲁迅不是讲过吗 他说中国的女性啊 有母性和女儿性 但是没有这个妻性 就没有 就没有这种对等的 就是他要不呢 就是对一个男的有了母爱 他要不呢 他就希望这个男的像他的父亲 就是他像一个一个女儿一样 被被娇宠啊 被这样来对待 但但我再举例子 像以前我记得有一阵子 我在像我们认识过一些 我跟我们一些朋友 有突然间一个圈里面来了很多 有一阵子不叫像来 很多日本女孩子 人家日本女孩子呢 就都很喜欢香港 然后就常跟我们抱怨说 日本男人怎么不好 但你仔细听呢 你就会发现都是误解 为什么他们觉得日本男人不好呢 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 你去日本看就知道 在路上买东西逛街 都是女人在提袋子 男人是手什么都不用装的 然后比如说去 就算去麦当劳 是这样的 去麦当劳程序 是男的会指 我要这个 要这个 要这个 拿钱给女的 让她回去坐 是吗 现在还这样啊 现在好点了 但还是有很多 然后呢 她就回去坐下来 然后女的负责买 女的买完再端回去 所以为什么日本女人的 背力都很强 比如说日本旅馆 就很多老外 或者我们中国人去了 也都不适应 为什么我们行李都要你 那个女的一个老太太 不不不不 我们自己来 她会觉得这样子不行 很不礼貌 当然要她来拖 他们手力都很强 那你要那么说 你说 但你说像这种事 他们就说 哎呀香港多好 香港永远都是男人拿东西 我想大部分地方都是 给钱也是男人给的钱 端回去 女的回去坐着 很少像日本这样的 但是 但是我觉得你说 这能叫做好吗 如果你以为 因此这样子 我们就会比日本人 更适合你的话 很可能是个误会 你说这个 我想起 十几年前 咱们那个有个嘉宾 香港的嘉宾叫李纯恩 那个时候还跟我说 说这个有个香港人到韩国 到韩国 就是韩国女人 真让她感动了 她到这个香港人到韩国去嫖 嫖 嫖 嫖完了之后 半夜里 她起来上厕所 发现那个韩国那个妓女 在给她洗内裤 香港男人很感动 那确实感动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雷克一下眼睛就亮了 该去日本 不要在中国了 要去韩国了 骂他们 咱们谈点正经的 这个雷克 你对中国 现在了解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想问问你 你觉得有国民性这件事吗 这是个好问题 我觉得 你是说国情的那种问题 你觉得中国人 确实有些什么特性吗 我觉得体质有特性 我觉得人 人也有特性 然后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也不同 就是我感觉一个西藏人 你立马把他放在上海 他还是在自己祖国里面 但是他会很不适应 你还不如把一个伦敦人放到上海 比较适应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 没有那么简单 这件事 就是所谓的国情 或者是国民性 或者是 但是比如说你看到有些中国人的有些现象 比如说你就说开车 或者说打女司机的这个事情 你批评了之后 有人批评你吗 也有 但是我觉得我坚持 我觉得我批评的对 所以说他们批评我 那就那样 就好比梁老师批评我们德国的一些吃的 肯定德国人听到了 会觉得我们那些一锅的那些东西就是好 你凭什么批评我 但是我觉得事实还是有自己的说服力 就是我们吃的就是没有中国那么丰富 就这样 文道士觉得他现在的有些视频 经常引起话题 比如说骂新浪 是吧 对 这将引起一些注意 我觉得挺好 这是为什么 跟他的外国人的身份有关系吗 那肯定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 这固然他的言论讲得很好 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我觉得 就像我们上一回上一回讲的 就因为 长年以来在中国的影像上 媒体上出现的外国人 都是外国友人 外国友人都是说好话的 都是来弘扬中国文化的 那么但是如果一个外国友人 中文说的那么溜 还要批评中国 那就很特别了 那你就会想他 他说的对不对 他到底是站在什么位置 然后而且你会有很多本能的挑剔了 其实他这个让我启发 我想到一个 有没有一种啊 东西叫普世的常识 你比方说他 就是人们叫他什么杨公之 就是刚才这个雷克还说的 你说他德国什么样的人才叫公之 咱们这儿 咱们这儿说你不能随地吐痰 你就是杨公之了 你就是公之了 其实我觉得他就像是国王的先衣吧 就是对吧 就是一个人说了一件太普通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你不要打女人呢 或者说是碰到有些事情 你要去报警啊 如果报警没有用 那么你们应该去检查 报警没有用这件事情是什么 怎么造成的 他讲了这么一些个 可以说是傻子都懂的 连我都懂 他懂的这个话 可是这样的话 在某个舆论圈里却被形成 哎呦你是公之啊 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只是因为我们真的就 我们其实我常常说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很强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跟一种族性中心论 使得我们很难接受外国人对我们的批评 你别说了 就连我们自己人批评自己的时候 我们都把它当外国人办 你想你们有想过这个事 就是说凡是中国人批评中国人 他就不能叫做中国人了 那所以一个老外批评中国人当然也不可以 那么但是 你至于说到像雷克或者任何一个外国人 在中国用流畅的中文 写也好 说也好 来谈中国的问题 批评中国 他是否就一定代表普世 也不一定 他有时候就代表一个不一样的参照 一个从他的角度 文化角度来看我们 能够帮我们了解我们呢 你比如说这种角色 其实很多国家都需要有 都也都会有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日本 日本就长期有几个那种所谓的日本通 有美国人住在日本 日文很流利 用日文写书 用日文说话 但他会常常批评日本 那日本人很爱看 他会觉得能够知道 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看日本是怎么回事 那么同样的在很多国家 你都会看到类似的情况 就是有一个老外或者一个外国的身份 来到这个国家说当地的东西批评 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我不在乎他说的是不是普世 我们不要马上进入这几年太流行 那种什么普世价值 中国特殊性 这种争论 我觉得很哲学 很无聊 我们不如实际来谈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够容许多一点不同的人 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来告诉我们 他们看到的我们是什么 这个还真的是会启发头脑 比如说我就是上一集里 我就是讲到他说的一个视频 他说这个事 他说很多人把这个虐杀动物 残杀动物的视频 以这个伸张正义的名义发出来 那么他觉得这样做不好 你看他讲的这个角度啊 就启发了我一个思考 就是很多人觉得这样做 我们就要去人肉那些人 我们就把那些人这样的虐待动物 那些人这样的这个做的这种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看他说 他说你你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去报警 那么中国人会 中国网友会告诉你 报警没有用 这个时候他讲了关键的一句话 我就发现我过去 我作为中国人 我没这么想过 他说如果报警没有用 那么你你斗争的方向 应该是解决报警没有用 这件事情造成的原因和体制 而不是去选择不去报警 去人肉 去自己去执法 你看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他就对我是一个触动 我觉得不过这件事情还牵涉另一面 就是中国人一旦谈到 就说对的 比如说报警没有这 没有用这件事 假如我们想针对他 想去解决他的话 很多中国人马上就会有种壮强的感觉 因为那就碰到所谓的体制了 碰到制度了 就碰到政府的行为了 一碰到这一块 你会发现中国人都无形的为自己画了进去 都不想再谈 都有一种普遍的无力感 或者说哎呀报警没有用 这句话背后还包含一个意思 就是我也不要跟官府打交道 别想那条路了 那条路你就别动这个念头 那于是呢 哎你对于中国这个网上出了什么事 就人肉搜索一个人 哪怕那个人不是个好人 但大家人肉搜索他 那是不好的 那是不好的 德国也玩那套 德国也玩这个 全球 因为全世界的 对大家有那种意识 但是其实它是一种很野蛮的一种 自己为了正义去人肉一个其他人是不应该的 我们应该讲法治 不是习近平一直强调的一法治国吗 对啊 我只能这么说 我支持他在这方面 一法治国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你报警 OK了 我们呢还有警察会忍肉人 那我支持 因为是警察 就是他们会说 给你看个照片 这个人我们我们再找 那OK嘛 但是我自己放照片去找其他人 那不可以的 我不是警察 我没有通过他那种训练啊 或者啥 我没有那个资格 我认为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觉得中国只不过是更夸张一点 但是我们呢也有这个问题 也有我们的意识的 对按照德国人法治观念或者隐私观念很强啊 比真的说比较强 但是其实我们的内心我觉得都差不多都觉得为了正义啊 为了因为我们都想做好人嘛 都想帮帮忙啊 有一些那种帖子写的特别感人 你知道吗 就是啊 这个小女孩子被怎样 然后就引起大家转发 但是你转发呢 就其实说不定变成其他人的帮手 对 对不对 因为 的确是因为你看这种 其实就跟猎物一样 跟中古的时候 欧洲猎女巫 中国人也会 对不对 Witch hunting 这种东西他会 他他奇妙的地方在哪 我猜是这样啊 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他一方面 你要知道猎物的人本身是有快感的 你有种虐待 虐待的人总是有快感 你有权力嘛 对 你在我在暗处 你在明处 我有权力来对付你 人肉你 把你挖出来 大家赞赏 跟随是很快乐的事 第二 我现在这么人肉你 居然还是正义的 对 这个是最爽的 这个是最爽 就我一方面干着一种虐待人的事情 已经很爽了 居然这么爽的事 天呐 还是正义的 那不是爽上加爽 在文革当中 已经证明过千万次的了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注意到你现在有时候在网上开始骂别人脑残 有吗 有啊 我尽量不骂 甚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说 哎 不是 他的态度 哎 我觉得所以这个增广建文是有好处的 你比如说他告诉我 我就觉得 原来人要搜索这事 不光咱中国有 全世界都有 对吧 哎 你看他 他也是 其实站在一个外国人的角度 有时候他让你开阔 比如说我见过你接受采访啊 他就说 一个社会必须要有一些脑残 嗯 那是肯定的 这是你的观点 那是肯定的是吧 要不显不出我们聪明是吧 对 就是就像身体有很多细菌 你洗干净了就不正常了 啊 什么肠胃啊 里面都有那些细菌 有一些可能是不好的 但是 就我觉得一个社会 如果没有那些脑残了 那就是很可怕的一种社会 如果德国一下就没有那些新纳粹 那是典型的脑残 如果突然没了 我会觉得我们德国不安全了 因为那些脑残泡哪里去了 嗯 对不对 林子大的什么鸟都有 我希望那些难看的那些脑残的那些鸟 还是存在 我不希望他们占多数 嗯 我希望他们知道法律 会禁止他们宣传他们的凡人类 但是我希望他们还是存在嘛 至少 而且是要被人看到的存在 对啊 你在德国见过那些新纳粹的 是的 我们家小镇 每一年都要办 全德国最大的新纳粹的一个游行 啊 所以我们家小镇 太可怜了 本口一万 然后每年8月1号好像 那些新纳粹会到那儿 然后因为 为什么都劝你们呢 因为因为二战之后 英英军在那边搞了一个小的那种 他们会呃 苦问那个叫啥 还是拷问 拷问拷问 我们中国说日本 然后每一年会有左派 很多那些 就戴着帽子啊 要去打他们 嗯 最开始我15岁的时候 我还支持 我还觉得 那纳粹就给你打 但是后来我到了中国之后 真的是到了中国之后 我发现 其实那是不对的 因为那些纳粹 如果说他们违法 那就警察会管 比如说你办个纳粹里 警察叔叔说 哎 过来过来过来 那这次也要进去了 或者啥 对吧 但是如果他们那个游行是合法的 那就是合法的 谁也没有资格去打他们 我们有资格站在旁边 我们小村庄 就是每一年都会办那种小party 嗯 会在那唱歌呀 取笑他们 我们表表表表扬 就是表表现我们很开心 有各种外国朋友在那 然后我们搞party 音乐很大 啤酒很多 我们看那些脑残在中间 搞他们 因为他们是那种 类似呃 埋葬的那种那种形式吗 哎呀 我们的 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那些爷爷 在当时被拷问 有多么的惨 我们在旁边搞party 那不是讽刺他们吗 哦 这样就很好了 我们没有去打他们 他们还是可以 有这个资格存在 哦 看到了也就觉得很怪 就是那些人 你知道吗 就你一看就 就觉得哎呀 他们也挺可怜的 就是他们这种文化背景 也确实 就那样 一般民粹主义者 都是比较 对啊 对 这个还是有意思 你说这个 为什么民粹主义哈 你比如说你记得 那个时候在蒙古 有那个逼着中国游客 就是下跪的那个 有那个组织 后来我一看那个报道里边讲 说这种极端民粹 在蒙古那个组织啊 他大部分是低收入阶层 就生活过得最惨的那些人 肯定的 你看生活过得最惨的那些人 他为什么相反 最爱国 也不叫爱 算爱国是吧 最极端的这种国家 民族 可是实际上 这个国家和民族 并没有使他的生活 得到改善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想起来的是 另一个 另一个事情 就好像以前 我们也聊过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当参考 就比如说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日本 因为日本 你像他日本很奇怪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有点像二战之前的德国 我们知道二战前德国 其实有一度 左派也很强大 其实跟纳粹支持度是不相上下 日本也是 日本左派也很强 而且他的强大是有社会背景 也像德国一样 因为当时的日本是贫富差距非常大 就几个最大的财团 那些所谓财阀 三菱 住友 垄断了一切 那很多工人 都是生活很不好 那你就想这种国家 这个社会 他怎么会一下转成极右呢 对 应该很左才对 对 后来 有学者这么讲 很有意思 就是说当时 日本的工人阶级 他们本来是一个最恨这个国家 最恨这个制度的 但是后来反过来是变得最爱国 爱国到了觉得该为他牺牲的地步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个学者 讲了这么一句很精简的话 但我就很值得琢磨 他说是因为 在 无论你生下来 跟王思聪有多不平等 跟这种富二代 全国民老公有多不平等 但是等你战死了之后 你们在晋国神社的灵位 是平等的 哦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这是实现自我价值 对吧 爽了 好 好 不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